2022海事生活節和海同行進行第二階段 食在海味料理廚房系列 首場史前海洋廠就在上個星期舉行了 有講師帶領著參加的學員走訪七星潭四八高地遺址 認識這一群史前人類和海洋之間的關係 並且從海洋飲食出發 理解過去的歷史文化 花蓮市公所辦理的2022海事生活節系列活動 在上週末進入了第二階段 以史前海洋廠作為主題帶領學員 前往七星潭四八高地 從海洋飲食出發來理解過去的歷史文化 吸引到不少民眾報名參加 活動分層上下兩場 首先是由華蓮縣考古博物館館長文孟威擔任講師 針對史前文化的文物作為介紹 也帶著學員前往四八高地考古遺址踏查 讓每個人當起考古學家 在遺址中找尋史前文物的蹤跡 那其實呢在這個遺址呢 在我們的史前人類其實是 他是大量的去利用這個海洋文化 就是捕魚的意思 那他為什麼現在就是沒有持續人住在這裡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這裡有個美輪斷層 所以說我們這邊地層抬升得很快 那大概每一年會抬升差不多一公分 所以說這個遺址差不多是三千五百年前的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離海平面 差不多四十八公尺了 像這個是這裡出土最多的一個器物 它叫做網罪 那就是顧名思義就是捕魚用的 緊接著由海好書的負責人賴維任 帶領著學員想像三千年前的人類 是如何食用海鮮料理 並體驗製作石頭火鍋及直火燒烤 因為史前海洋 所以我們其實只是嘗試要去復科 三千年前大家怎麼去食用海鮮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只是說因為現階段 考古能夠告訴我們的訊息其實還蠻有限的 所以我們只能嘗試著在這些文獻當中去復原 讓我們期盼花蓮的孩子們 花蓮的夥伴們都能夠了解過去花蓮所發展的文化歷史 還有過去的背景跟我們飲食文化 這是非常有趣的 那今天一系列活動有大小朋友 我們也期盼讓大家都能夠了解花蓮愛上花蓮 四個場次的實在海味料理廚房系列活動 都是以歷史上的在地民族作為主題 除了介紹他們與地方相互依存的關係 也要理解他們是如何運用海洋支援 而接下來的三場活動 分別將於8月25日、9月25日、10月16日登場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上花蓮市公所網站查詢 記者徐立晴華蓮市報導